这边有一个Fence 44m 它有两个方法 可以为一个方法是变远行 一个方法是变长方形 然后问你两个哪一个enclosed area 比较大 所以两个都是一样 它的circumference都是44m 因为它的Fence就是44m 所以如果它为远行的话 就代表它的2πr是44m 然后它已经给了πr是22.7 所以2×22.7再乘R 会是44m 然后找R的话 就是2翻过来就除2 乘22.7就变成22.7 然后44m 除2可以直接放在下面 这个换成乘 这个变7.22 2跟44 Simplified 然后22跟这个22.75 就变7m 所以如果它做成这个圆形的话 它的R会是7m 然后这边的话 因为它已经讲是Rectangle了 所以一定会懂它有Lang跟Wid 一个方X一个方Y 然后Parameter一样是44 所以2X加2Y 会等于44m 2Factorize出来 里面就还有X加Y 然后X加Y 然后X加Y就等于44m 和2 会等于22m 但还不懂X跟Y是什么 就只是懂X加Y 会是22m 然后 这里X加Y是22m 如果你要把它move过去的话 你可以讲X是22m 解Y也是可以 然后就会变成 这个就变有X 这个就变22m 这个就变Y 这样子就一个Unknown 比较容易做 然后就比看谁的area 比较大 这个area的话就是PiR2 所以 Pi22x7r 是7m 7m 两个 一个7 一个7 还有一个7 所以是154m2 然后这个的话是22m -Y乘Y 所以这个m可以放在外面 就变22-Y XY m2 在写后面 因为这个Y也会有一个m 然后把它弹进去 就变22Y -Y2 然后这里还是要找到Y 才有办法找到area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我们已经懂了 X跟Y加起来会是22的话 一定懂它一个长一个短嘛 所以22我们可以拆开来最大的号码 这样乘起来那个area才会最大 如果我放一个是2 一个是20的话 这样的乘差也只有40m2 还有area一定最小 所以我们要找最靠近的号码 所以22最靠近的号码的话 就是一个10 一个12 因为如果再大的话 就变11跟11就会变成square了 所以把一个变10 一个变12 然后长的变成 长的放12 然后短的放10 然后现在这个Y这边是用短的 所以就把10放进去22x10 再减掉10的square 这个东西的unit是m2 然后22x10就220 10的square是100 然后120m2 然后就compact to这个 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 再次帮你 再次帮你 这边 大家帮你 你要帮你 那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